進到簡報第12頁之後 我們剛剛提到OBS只有錄影 沒有簡介功能嘛 那ATIPPRINT這套軟體呢 他就可以幫我們解決這一塊 因為他本身其實就是做所謂的數位教材的 這個軟體 那影片也算是數位教材的一部分嘛 對不對 對啊 那ATIPPRINT這套軟體呢 老師為什麼我只留半個小時不到的時間 因為 你一定不小心就會 為什麼 來我們先打開來看一下 這裡 有沒有桌面上有這個 點兩下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 老師都有用過PowerPoint 對不對 他的畫面叫做PowerPoint加時間總 那一進來的時候第一次執行 他問你要深色或淺色的 你自己決定 沒有關係 好這樣就進去了 因為他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長的其實 就跟PowerPoint的真的很像 那 裡面有範本 如果沒有你選喜歡的範本 或者是老師已經 準備好了PowerPoint 可不可以直接叫進去 可以的 我先 隨便挑一個 點一下 你看我就先選空白的工程喔 按下去 這個軟體呢 他本身沒有時間上的限制 就是他有 免費版也有付費版 可是呢 使用的軟體 都是一模一樣的 他的限制在哪裡 所有功能 幾乎都可以用 唯一的限制就是輸出的時候 如果你有用到付費功能 會有浮水印 那如果你用到是免費功能 就全部都是正常的 那我們影片剪接這一塊 是完全免費的 事實上他也有藍綠幕去備的功能 只是在他這一塊就是 主於付費的 所以我就沒有讓各位在這邊做 好 有沒有感覺有點熟悉感 沒有那麼熟悉沒關係 我再按一下 有沒有再熟悉感多一點 有 這樣子如果跟我講說不會 這樣 就糟糕了對不對 音樂導師平常都在用 嘿 那 你想看看 如果你要從PowerPoint叫進來可以嗎 可以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 新建幻燈片 有沒有感覺 可以從PowerPoint進來 這裡是不是也是一樣 我們版面配置嗎 都一樣的功能 所以呢 他 基本上點到這裡 這個 你就可以增加一個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就可以打算我們的標題 哎唷 這裡又打算出來了 好吧 好 像這樣子 那這個 大小顏色 我想這個就不用講太多 對不對 那麼如果 您有去備好的圖 像我們剛剛在這邊有去備好的圖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弄進來 直接下載 那 因為這個好像已經失效了 所以我找一下我 剪貼部 老師可以不用再出來拍一次 我找到老師的 有沒有在這裡 所以 這樣子 又可以貼進去了 這樣 簡單齁 所以我都沒有 給老師 第二個出廠費 直接拿來用 哈哈哈 好 我把它儲存起來 再來 其實在PowerPoint裡面 在我們OBS裡面 都可以 這樣做 那你看 把它存起來之後呢 一樣的 我們就從這邊 這裡 在這邊 按著它 拉拉拉拉拉到這邊 不要放開 丟上來 有沒有就進來了 對不對 我都只會這種簡單的 哈哈哈 你只要會丟來丟去就好了 這樣就有一個基本的對不對 那我們再把影片叫進來 你可以點到這裡 我點到第二頁 好 那影片呢 一樣 如果你在OBS這邊 剛你有錄好了 你可以從左上角 檔案這裡 按一下 顯示錄影 預設它就會放在 我的文件夾裡面的那個影片 好那個影片裡面 所以你點到這邊 它會幫你打開 好幫你打開 那 這個地方呢 你就可以把 你需要的影片把它丟進來 比如說我要剪接這一段 我就按著它 丟丟丟丟丟丟 丟到這邊 不要放開拉上來 再放開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是不是也就進來了 就 OK了 那我現在呢 你找到一段影片之後 待會呢 我們在下面要稍微縮放一下 因為 影片有可能比較長 是不是會拉的 這個 時間走會拉的比較長 你要看會比較不方便 所以呢 我這邊 我先 我先縮小一下 原來我是可以縮小的 就是 您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那個 放大鏡 你點一下 最左邊這個放大鏡 這個 把它按一下之後呢 它跟威力導演很像 就是它會把 時間 時間走 就是影片呢 縮放到我們的 可視範圍裡面 我就知道 這段影片大概多長 這樣您了解了 這是第1個 那第2個 我要盡情剪接 老師可能多多少少用過威力導演吧 威力導演我們不是會有一個 就是那個指標嘛 對不對 指標 而且它旁邊左右兩邊 是不是還有各有一個東西 那這個也是一樣 那你要怎麼按呢 請你按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 時間走的刻度上面 你隨便一個地方點一下 它的指標就會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了 你看它左右 除了中間這個是移動以外 你看這樣手很大嘛 左邊跟右邊是各一個 這就是給你選範圍用的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前面這裡 好我往前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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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這裡 那我前面不OK 我按著前面這個 不好意思 因為手太大會按錯 來靠近一點 按旁邊 真的手太大按不到了 糟糕 糟糕 好現在選好了 那一樣的 把後面這段拿掉 這樣是不是就去頭去尾了 就可以保留你的 好那 我們從左上角這邊 從左上角這裡 老師可以看到 我們第一個投影片 是三秒鐘 然後呢 這一段 影片的 是不是還有36秒 所以它左上角會顯示出來 而且原則上預設的投影片 時間就是3秒鐘 好如果沒有其他內容的話 你就可以像這樣 就增加進來 這樣OK嗎 那如果您錄的時候啊 比如說聲音太小聲 可不可以調整 可以 但是好像 我剛剛 OBS那邊沒有錄到聲音 您可以按這邊 我點到這一個 好我點到剛剛這一個之後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喇叭 等一下 點下去 就可以透過這邊去調整 它的大小聲 甚至是做靜音的動作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覺得背景太吵 那我就把它靜音 這樣也是可以 好 那 也可以調整這個 有一個人對不對 播放的速度 如果你需要它播快一點 就快轉 就快轉 也可以透過這樣 那這裡面呢 這兩個 調整聲音跟 影片的速度 你也可以針對局部的喔 比如說我只有前面這一段 前面這一段我才需要 聲音大聲一點 速度快一點 那你就選好範圍再來按 這樣就針對局部的 這樣OK嗎 所以你看這樣的剪接內容有沒有 還蠻容易的 嗯 那麼 如果說有時候我們遇到像這種情形 欸我不小心就是 選的這個範圍錯了 請問該怎麼辦 再拉回來是一種方式 但是其實你可以不用那麼麻煩 中間這一根按兩下 抖抖 它就自動回來了 好它就 知道你再呼喚它了 不需要 再拉回來 這樣比較麻煩 前一個動作 啊就是沒有沒有 就是如果你選的範圍選錯了 你看我現在選範圍選錯了對不對 我就在中間這一根 抖抖 有沒有它就回來了 它就會回來了 好所以 像這樣的簡單的剪接 剪接應該 大家應該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再補充一個 老師在錄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吃螺絲 有沒有可能錄錯了 有 我們剛剛會剪前面會剪後面 但中間你也會剪 可是萬一你要補錄的時候 可以怎麼辦 比如說我中間這一段 我錄起來是OK的喔 可是我這一段 我錄錯了 剛剛已經剪掉了 那現在是要補錄一段在這裡 如果以 老師 之前的 想法 你會怎麼錄 整個從來是一個方式 對不對 但是我必須講 從來的時候 通常這裡不會出錯 會錯在別的地方 因為那邊你會特別注意啊 所以我就會在別的地方出錯 那我們用Ediphan的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它每一個投影片都有獨立的時間走 這個跟威力導演比較不一樣 威力導演如果你有很多片段 它是不是這樣子一個一個的接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動一個是動一把牠牽全針 比如說你這有加字幕 這有疊東西 我剪了這個 如果後面又過來是不是就完了 就很麻煩 但是我們這邊沒有 因為每一個都是獨立的時間走 所以我可以把指標 這個指標 移到 我要 加入的地方 比如說我這邊要插入 那您看一下 在這個CC的後面有一個東西 這個 叫做分割換燈片 這個 有沒有 CC的後面 當我按一下之後 請老師注意一下左手邊 投影片的變化 我把它按下去 有沒有注意到 這邊已經變成兩個投影片了 所以我要補錄一個 啊老師不好意思 我這邊 弄錯了 有沒有拉上來 所以 我們的簡報這裡講完了 先 就是影片講完了 可不可以看一下老師的簡報內容 在下一段再接另外一個 教學影片 是不是這樣也可以 這樣我們在 錄教學影片的時候 老師應該會覺得說反正我就是PowerPoint 那我只是要調整順序就變得容易很多 好 那這個上面你要再疊東西 比如說我們剛剛疊這邊 這裡一個 這邊可不可以再疊上去 可以啊 都是塗層的概念對不對 你可以一層一層疊上去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我這樣子我這邊做所謂的子母畫面 那我這邊有一個影片 在講解 另外這邊還有 可能是簡報的內容 也可以做啊 這樣你的靈活度就比較高 比你用威力導演來的容易吧 威力導演即使 看起來已經很簡單了 可是你要把它學得好 是不是也要一段時間 而且要應用得好的話 你還是要花一點 時間 可是我們用這個做就很快 那他到時候輸出的時候 就是什麼 照著這個 投影片的順序 這樣一直撥下來 直接變成一段影片 會是變成像這樣子 所以 老師有沒有覺得 我留20分鐘還算夠 你待小影片 我覺得我想辦法 行動 喔 可以可以 那老師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投影片可以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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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這樣我有沒有偷懶 Ctrl加C Ctrl加V 那變成你要那一段要裁出來 你看我現在是整段 我現在是用複製的 對不對,如果你要這樣子 好,我點到這個我先說進來 比如說你可能只要 一點點的時間 我把前面這裡 應該我假設這幾秒好了 我就把後面的不要好了 我把它垃圾桶 按掉 現在剩下大概一秒不到的時間 一秒多一點點 好,是不是這個投影片 這樣是不是一次 Ctrl加C 對 對對對 這樣看起來像塗法鏈鋼 但是因為這個用的不多 所以其實還好 你看我貼上 有沒有這樣兩個三個 這樣是不是就等於重複三次 所以 這個也是可以用這種方式 你如果是在威力檔裡面 你可能就不是用這種方式做 OK